越吃越吃越有味 強哥 我們很久沒見了 你又肥了又白了 是吧 去了幾天北京 北京現在熱不熱 天氣溫度差不多 但是沒那麼濕 所以人家會爽一點 回到這裡就立即遲 好嗎 北京也有很多好食物 烤鴨那些 多吃幾頓 始終想起家鄉菜 強哥,說起家鄉菜 我今天打算請你吃東西 是嗎 是 一如,很久沒吃龍蝦 很貴 醬拔漢刺身也不虧 別說這些壞事了 我們不如先喝茶吧 喝早茶,是你請嗎 當然 強哥,我知道你剛從北京回來 會掛著我們的月色早茶 對,真的很熟悉 味道 很厲害的蝦餃 江先生,蝦餃看得多 但這麼大隻,真是少見 一毛就12隻大蝦 就相當於一斤的蝦 做一毛蝦餃 一斤那麼多? 我吃這個蝦餃 一口咬下去 真的全部都是蝦 裡面起碼有四、五隻那麼多 每隻都很大牙 蝦爽,皮又爽 吃起來,裡面的醬汁又鮮 這種蝦餃這麼大 吃完之後都很滿足 強哥,我先別這麼快說滿足 還有這麼多款早茶 真的 這裡的材料又漂亮,出品又棒 你發達嗎 聽說這裡很便宜 是嗎?江先生 是的 我們現在真的逆街坊 7點到11點 有六、八折的優惠 很划算 全天其餘的時間都有八、八折 即典即精 就是這個麵包 是否每天手工製作 這個更加之一日 起碼是煮三次的麵包 真的能夠軟熟 一夾下去,筷子在這裡 但一放開,它彈出來 證明它很有彈性 真的鬆軟 這麼好吃的東西 我一定要跟番租味的觀眾 還要謀福利 郭先生,有甚麼福利 對於這麼支持我愛藏味的忠實粉絲 我們可以做到人分消費50元 送一個圓內餐包 再加上送我們每天煮的鯪魚粉湯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 用我們的特色試吃 太划算了 這樣就要對五號才行 沒錯,只要大家來到這裡 說出我愛翻層味 每天都舔舔舔舔 大家就可以有福利 聽說除了喝茶之外 還可以喝茶吃飯 剛剛我們推出了廣令通山泡的頭豬 那真的要嘗嘗了 不如我們進廚房 看看師傅怎麼做 師傅,這裡有這麼大的豬肉 它是甚麼豬 小健力,這麼漂亮 你看它沒有皮下脂肪 肥皂均勻 你看,跟普通豬肉不一樣 它是養在哪裡的? 這隻豬是在通山跑的 爪地當然吃得多 爪地豬、爪山豬 可能江峰才可以吃 你看牌骨 足足兩至幾個… 兩至幾個牌骨 你看骨頭,你看 很硬,很硬 剛才砍就砍了我一身汗 這麼漂亮的食材 你打算怎樣做 這麼漂亮的食材 當然是吃原材料、原汁原味 最簡單的方法 對,就是白切 白切豬肉用甚麼部位 白切豬肉? 最好這個位置 排骨對上的花肉 肥皂均勻,不會太肥 有些哨肉 排骨對上的哨肉 完全不會硬 這塊花腩肉真不得了 你看它的切面多漂亮 有肥、有瘦 而且肥的部分 感覺很爽,一點也不肥膩 炒的,基本上是80% 肥的是20% 這樣吃起來就不會肥膩 我們用白切雞的白頭水 放豬肉下去,燒滾 然後熄火,浸60分鐘就可以了 白切豬肉 很美味 江先生,你對你的材料來說 真的很有信心 是 因為白切豬肉 如果豬肉不好 煮出來,它肯定不好吃 這個也是 說來就是山多 這個豬就是吃番薯頭 煮大奶,通山跑 我聽說雞可以散樣,通山跑 我想不到豬也可以 對,先試一下 這個豬肉的口感真的很特別 看它切的手法 也是薄切 有點像刺身的感覺 你吃下去 其實皮是非常有彈性的 它的彈性不是很緊實的 而是有點像我們吃的 豬耳仔、牛耳仔的感覺 非常特別 因為它養的豬 養的時間夠 所以豬皮的位置特別厚 是 而且它的肥肉的位置 不會太厚 吃起來是感受不到那種油脂 但它的豬的香味 是很清爽的 江先生,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甚麼特別的做法 可以用在我們的土豬身上 我們用廣寧的土特產來陪它 好 聖哥 為何你們做廚師 這麼卷? 還要減衛衛生 這不是地拖 太子地拖 這就是廣寧的特產金糊盒 什麼廣寧特產地拖 不是吧 都說不是地拖 金糊盒 金糊盒是甚麼 金糊盒其實就是糊頭的一個品種 這隻糊盒就是五滴糊頭的 那它要來怎樣做 那隻? 這隻用來燜的土豬肉 真棒… 這次我們用土豬肉的哪個部位 這次我們用來燜泉豬肉 有排骨,有花肉 我們先把那些糊盒乾 先浸大概一小時水 再用來燜好的糊盒乾 另外的豬肉也要燜好 最後再合在一起燜就可以了 先嘗嘗這個香口的東西 看看跟白色有甚麼不同 這個真的很有農家的風味 這就是金糊盒燜土豬 對,專門把土豬腩燜一個糊盒 這個糊盒乾的時候 看見是軟綿綿的 但吃起來很爽口 對,這是我第一次吃金糊盒 我想像不到它的味道原來是這樣 它的口感很爽 吃起來有點像菜乾和筍之間的口感 對,口感好像不爽 但是它多了一件事,就是吸味 那個糊盒乾吸收了土豬的香味 所以吃起來特別鮮,特別爽 這個金糊盒的感覺真的很特別 而且它的作用也是很特別的 因為它可以令豬肉不太肥 一般平時吃的豬肉 它不可能是爽的 你燜得久,最多是軟的 而且肥肉的位置 你可能吃其他的豬會瀉油 會很軟 但現在皮又爽的 肥肉的位置也是爽的 肉質的位置 基本上來說是不會柴厚的 那種豬肉的味道 聽見的聲音流了口水 我吃了一口豬腸,它真的很爽口 而且它沒有一點點鈴味 還有紫蘇的味道 和豬雜味非常搭配 對,在豬雜味來說是很講究 如果豬漂亮的話 它的豬肝和豬腸都很好吃 如果豬不漂亮 吃起來特別是豬粉腸 又硬,而且裡面的粉也不夠 而且豬肝來說 如果豬得好,吃起來會爽口彈牙 是,平時我們經常吃豬雜粥 很多老廣都很清楚豬雜是否新鮮 豬不漂亮 大家一吃就知道豬真的非常漂亮 最喜歡它新鮮 我們每天早上煮好的豬 然後用神風車寄到我們這裡 這麼快? 所以豬雜雜特別好吃 沒錯 我們先將炭布芋頭去皮切片再切絲 切完之後,我們要準備一些材料 其實很簡單 有糖、鹽和五香粉、麻油 配一些生粉、臘腸、臘肉 一定要做幾隻安蝦仔 切好芋頭絲就硬滑滑的 很簡單,你加少許鹽 加少許鹽、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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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勻 拌勻 一定要兜嫩拌勻 這樣第一個,味道均勻 第二個,令芋頭絲軟化 這個時候我們將五香粉 加少許鹽,加少許鹽 加生粉,倒進去 生粉起到一個黏合的作用 我們將炒好的臘味放進去 拌勻 最後加少許鹽,加少許鹽 加少許鹽,上盤就完成了 先將芋絲鋪勻 不要那麼快壓緊 主要的位置就是在角的位置 一定要填充好 好,到最後來說 壓緊就可以了 鋪平後,放入蒸籠 蒸20分鐘就可以攤凍 我們蒸完之後,攤攤凍 凍切後,效果會比較好 這個芋絲餅簡單易做 弄好後放在冰箱 有空拿幾塊出來 煎至兩面金黃,非常好吃 剛才這隻雞雞好不好吃? 當然好吃,又新鮮 其實還有很多雞很好吃 雞雞 甚麼? 豬雞 當然啦 牛雞 這麼寒的食物都會找你吃嗎? 魚雜 那你不如去打雜 甚麼? 那你進去問星哥有甚麼雜 這麼神秘? 星哥,有甚麼好介紹 今天我們做的鱷魚雜 鱷魚雜? 是的… 真是豬雜、羊雜 這些都寫得多,鱷魚雜真是小事 是,今天你就有考覆了 對 這個又是甚麼?肥豬肉 那你就錯了 這隻,你看它像甚麼形狀 像嗎 像一條雞 就是了 豬雞,你吃得多了 鱷魚雞 今天就吃鱷魚雞 這應該是鱷魚的腸 對… 真的挺肥美的 這些呢? 肝也這麼大 那隻鱷魚鱷魚 鱷魚鱷魚就是這麼曬 我們做鱷魚雜 和做雞雜、牛雜有甚麼不同 有少許區別 其實鱷魚雜 沒有像雞雜的雜味那麼多 如果鱷魚鱷魚鱷魚 我們就用一隻醬來爆香 生啫喱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把鱷魚雜切片 腸切斷 再用醬來爆香所有材料 再加上鱷魚雜一起生啫喱就可以了 大概六分鐘就可以吃了 說實話,鱷魚雜我也是第一次吃的 真的要幫大家嘗嘗鱷魚雜的味道 鱷魚鱷魚的味道 跟豬鱷、牛鱷魚的味道相差很遠 它是更加爽脆的 鱷魚腸看起來有點像鵝腸 因為腸是黏著肥油 吃起來是特別甘香 原來鱷魚腸來說是非常脆的 加上黏著醬汁的話 吃起來就沒有其他怪味 是一個比較好口感的食材 鱷魚肝和豬肝真的不一樣 它是更加爽脆的 而且裡面的味道更加濃郁 如果不是鱷魚肝的話 你絕對猜不到它是乾 因為它的黏著醬汁很細膩 吃起來的口感是很舒服的 這個鱷魚雜這麼好吃 有沒有其他鱷魚的做法 有的,你找找星哥 好 師傅,我們剛剛已經吃了鱷魚雜 我現在要吃主題了 是… 這是哪個部位呢 甚麼部位呢 哪個部位呢 鱷魚尾 對,我們今天選擀的鱷魚米 我發覺還有一個鱷魚掌 你真是懂得吃 鱷魚掌,一個鱷魚當中最漂亮 最好吃的就是鱷魚掌 你看它沒甚麼脂肪 比較瘦 對,瘦一點 肉質好像近一點鱷掌吃的 這些蔬菜味道最好吃 鱷魚一樣是道理的 一樣是皮,一炒出來 鱷魚魚好多,爽滑,也不會螃蟹 鱷魚掌和鱷魚尾怎樣做呢 首先把鱷魚斬起來 爆香燒肉和尿頭 大約30分鐘就可以了 好,吃鱷魚雜,又來吃鱷魚肉 這個在鱷魚尾,加上鱷魚掌 我吃這個部位應該是鱷魚掌 剛才星哥說鱷魚掌 是一個脂肪比較少的部位 然後我一口咬下去 它的肉質非常緊實,而且很爽 比一般的豬肉或羊肉更加香 我吃的是鱷魚尾 鱷魚尾的皮是特別多的 肉質相對會比較少 但鱷魚吃起來是特別爽口、彈牙 還有膠質最豐富 加上它黏著一點的肉 令到口感又很豐富 沒有想過鱷魚肉是這種口感 帶給人一種比較清爽的感覺 而且它的口感是很豐富的 該實淨的地方是實淨的地方 該爽的部分有爽 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 我發現這裡的蝶煲 它這個蝶醬很特別 香、濃、鮮味也很足夠 特別是滑桌上去 掛在煲時 整屋也是好的 那種香味是很好 現在的做法 其實適合你們愛嘆美的… 當然是女士 靈女 膠塵蛋白的特別之豐富 感受到 這個鱷魚吃起來 雖然不會很膠、很膩 但還有甚麼鱷魚做法 適合夏天吃的呢 現在的夏天 最適合拿來燉 燉鱷魚湯 先期待一下 這次是鱷魚湯 三號 三號 四號 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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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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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开心 好,开心的时间特别快 有时间了,说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爱翻尋味 吃得漂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